封闪 曹晓 鏟瓦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我們 對啊 這是上集發給你和我的呀 我獨來獨往掛了 不喜歡和別人合作 不是合作 我聽你的 你只管發電報就夠了 哎 我跟你说 我会的东西很多 我要是没点本事 你觉得上级会派我来守这个备用战吗 你已经帮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其他的你就别管了 你不能这样对我 上级可是让我来配合你行动的 真是命令 你刚才还说听话 那是刚才 我告诉你 咱俩可是平静 都是直属老公指挥 要不你发个电报问问老板 好 你可以帮我 但是我必须重申一下 你要听我的证 行 那你说 我该做 我还没想到 那要不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跟我说一遍 帮你想想 你从孙中武身上查出云记号 这两件事儿本来互不关联 从保风渔航这件事来看 我认为是一件事情 所以 现在除掉这个特务非常重要 否则我们会处处处于被动 你看问题很透彻 这就透彻了 你看到我这儿的这些钟表没有 每一个齿轮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是分不清楚他们的子丑阴谋 那他们就全动不了了 你别嫌我啰嗦 我是一个人憋的时间太长了 找个人聊聊天 我总是盼着能有个自己的同志来 今天你来了 我没白等 有时候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是个情报员 还是个钟表将 我理解 双重身份双重生活 你不容易 你说那个特务 他也是双重身份双重生活 他就怎么过的呢 我们可以从这边下手 没错 就从这下手 叶莹 你的表 你还不得不得不得太多 你能失去调三 corpor 你能失去调三世 真似义 哪儿呢 给你炖的鸡汤趁热喝啊 快补一补 来 快来 等些烫啊 你给叶英在布告栏上留了什么 不是 我是按你讲的 你怎么说的 我怎么写的 那 那件的事情说了吗 说了 你受伤的事我也说了 如果叶英看见了 他一定能明白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事不见面说不清楚 哎呀 先别管这些了 快喝汤 什么时候见面 明天啊 明天我去看看 嗯 快喝吧 对面那户怎么亮灯了 这隔壁什么是吧 去看看 去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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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房子还不错啊 可不是啊 老房子啊 用的都是上好的材料 好 好 就这么定了 行啊 这是三个月的房租 你收着 谢谢乔先生 那我明天把租约拿过来 好 那我不打扰你了 好 这是房子的钥匙 哦对了 住在隔壁的徐先生徐太太 人很好的 都是在云航做事 有事啊可以找他们帮 哎 好 那我先走了 谢谢啊 再见 慢走 Depending 找大小的 investment 隔壁 隔壁好像搬来人了 暴风月潼刚刚出事 隔壁就搬来人 会不会是日本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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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担心吗 我们不izo 您担心 大臣 我们不担心 这怎么办 您说 叶英会不会有他自己的渠道 他有自己的渠道也没用 我现在连他人都见不着 不出现他 所以 去找联系他呀 明天 明天 我看看他出不出现 我跟您一起去 算了 算了 你看你这胳膊都成这样了 再说了 咱们隔壁住进个什么人 你也不知道 对吧 咱俩屋里没人 他再溜进来 给你转个启艇戏什么的 屋里必须有人 你就按心仰上 听见没 明天让我来 好 我知道了 今天 embarrassing 搞什么 世界上的 根本越法ед讯 一言 不说 那就是 脸ES स 你一定能办得到 试试一下 好 罗先生 帮我看看这幅画怎么样 蔚蓝色的大海 占据了大半个画面 看似平静 但这海画的一点也不平静 就像这个女人一样 怎么了 渴望改变 但又有一点自责 那是我们家小姐画的 真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么说你的话 没关系 你说得没错 我是很自责 我一直认为 我父母死得这么早 全都是因为我 你千万别这么想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相信 只要我们记住父母亲的笑语 还有记住他们说话的语气 只要我们不忘记 他们就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怎么了 曾经有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我给你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小脸你还带着 只是没机会还给你 你当年就联了 为什么又离开我 这些人 你都去哪了 为什么不联系我 我是个不祥之人 只会给你带来危险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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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儿 就这儿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先生 刚搬来的 对对对对 欢迎 欢迎 我姓王 叫王华培 我姓王 叫王华培 明贵姓 免贵姓乔 乔少山 这是我的名片 乔先生 对了 这个店是我开的 有空 先来坐坐 你这个店怎么开在弄堂里 这外面的房租不是太贵了 这弄堂里 生意够做了 我们这儿的解法可好了 是吧 对对对 那以后您多关照 客气客气 过来坐 我帮你 我帮你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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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两个箱子 有空过来坐啊 再见啊 再见再见 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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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您是刚搬来的吧 对对对对对 我就说在您隔壁 好 我知道知道 昨天我已经听房东太太说过了 徐先生是吧 对对对 以后有事你说话 好好好 大家都是邻居嘛 好 我叫乔少山 以后多关照 乔先生在哪儿高就啊 什么高就不高就 我自己开了一个小铺子 自己开铺子好 当老板嘛 那个我听房东太太说 徐先生 徐太太都在渔航工作 现在不干了 怎么呢 运航出了点事 老板有点问题 所以呢 生意也关了 乔先生 铺子里缺什么 我哪儿请得请 你太客气了 我哪儿就是一个小铺子 请不起请不起 小铺子也是老板呢 让您见笑了 那行 你接着办吧 我先走了 好 回见 回见 好 回见 还合身吗 非常合身 你要这事以赴干什么呀 我要去见徐光浦 见徐光浦 对 太危险了吧 我要把那个前夫的敌人挖出来 那那云记号的事不打算再查了 这个钉子始终是个潜在的危险 因为它 我们在上海的整个组织全遭到了摧毁 挖出它之后 就能查出云记号的引擎 好在老汉也联系上了 你还多了个帮手 我走了 好 小心点儿啊 等你回来吃晚饭 好的 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大同海市的第二笔租金 到账 他们还是很受信用的 小鲁啊 有了这笔钱 我打算建造一艘新的火轮 你来设计 用你的名字 用我的名字 是你正来的 那真的太谢谢你了总经理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我一定给你设计一艘最大最先进的轮船 好 可是要控制成本 细水长流嘛 昨天去了美如家吃饭 聊得怎么样 我们聊得很好 在咱俩闹矛盾的时候 美如在我面前 说了很多欣赏你的话 是吗 孟小姐真的人很不错 嗯 美如是个好姑娘 就是命比较苦一点 要是她爸爸妈妈在的话 就不用抛头露面的 帮我去看生意 你知道 当年她父亲的仿沙场 是全国最大的 要不是臭日本人 顶上他们家的产业 逼死她的父母 原来孟小姐的身世是这样的 你不要看她 整天笑嘻嘻的 她在我这里 真的不容易 她帮我 谈成了很多生意 这是在报恩哪 那您跟她父亲 我跟她父亲 是好兄弟 我们年轻的时候 在一起打拼 那时候 我们一起在加薪 后来呢 我去 她就跟着我妈 到上海来投靠我 原来我还以为孟小姐 她呀 你得慢慢了解啊 先生 这边请 妈妈 她老婆 她老婆 那这边 我不是她很想 她说 她们 她们 在 соб 她的 你干什么去了 怎么才出现 暴风渔航到底怎么了 出事了 出了那劫 是小辰 他杀了潘掌柜 还打杀了刘明珍 那天 刘明珍也去暴风渔航了 是啊 就是他出去了那劫 当时你在哪里 我当时在码头准备 给渔航进化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怀疑我 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你 你凭什么怀疑我 叶总会的事情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你走了风生 我会拿我自己的性命 开玩笑吗 你拿不拿自己的性命 开玩笑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你是谁到哪儿去要干什么 其他一概不知 这个不需要你知道 那凌云珍呢 我告诉你 你怀疑我可以 你别怀疑他 再说了 我按你的吩咐做的 我什么也没说过 我什么也没说过 隔壁新搬来的 是不是我们的人 不是 我接触了一下 他叫乔少山 听他说他开了个铺子 你查查这个人 好 客展让我把这个 给你看一下 在鱼航里看到的照片 是不是这张 是这张 你确定 确定 这上面的内容 和在潘云泽那儿 看到的是一样的 好 我这就去通知科长 好 你打电话过去 没有确定 那个人的身份之前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 好 看来你们两个人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当然没问题 我已经跟上级联络上了 什么时候 昨天 我把这里的情况 向上级汇报 我想重新组建行动销售 好 一定要给潘掌柜 和其他弟兄们报仇 那你觉得 刘明珍会怎么想 他是走还是留 肯定是留下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你们住的地方 还安全吗 安全 不过这两天 隔壁搬了一个人 有点奇怪 这个时候搬过来 确实有些奇怪 嗯 要谨慎一些 查查它 嗯 我知道 等我的信号 到时候 和流明珍一起来见我 行 那我转告它 行 那我转告它 王师傅 寻好了我告诉你一声啊 好 谢谢你啊 慢慢寻啊 再见 石太太 好 岑 来 行 防水 往昔 倒 到 扮 다가 多 开 好 转 Pf 打 这 容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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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已经确认 好 确定吗 确定 另外有个叫乔上山的 搬到了河野隔壁 好 我知道了 夜莺盯上了云记号啊 什么 那需不需要 立刻叫东雁公回来 不要乱 云记号 越早完成改装越好 而且 机关长早就预料到了 那我们 等 这次我们就等夜莺出手 那他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他 我会先除掉 隐藏在组织里的内建 那这样的话 河野会很危险 剑有双刃 这件事对于双方来说 都很危险 可危机就意味着转机 叶总会首先试探徐光浦 他 他是聪明人 徐光浦的性格 会让夜莺相信 他不是内建 夜莺是个调理严谨的人 可也会被他逼得没有推广 但相反 可也就会有机会接近夜莺 可以利用他 给浴火计划创造条件 我明白了 重点是浴火计划 我们放长线钓大鱼 夜莺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阻碍 只要方法得到 阻碍也可以变成 推进浴火计划的动力 对 所以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等待 等待也应犯下 第一个错误 是 以后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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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部分 一部分 没有 几部分 人们想要 知道 怎么想要 有趣 都没有 一部分 人就不得了 看 他让我问问你 说你是想留 还是想走啊 你呢 我肯定要留啊 我还得给潘长辉咱们报仇啊 那我也留下 陈总 陈总 我搬到徐旺博曾家隔壁了 原来是你 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你不是说可以从特务的双重生活入手吗 所以我就 你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也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好吗 只要给我两三天的时间 我就能从他们的作息规律上 揪出那个特务来 你现在很危险 过两天 叶莹想见你 他 他有没有提于航的事 我先告诉他 实话实说 他说 他一开始怀疑我 还怀疑你 正常 渔航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俩都脱不了干击 隔壁的事 你说了没有 说了 爷爷说 不是他的人 还说我没事的时候 过去摸摸地 我刚才 前去了 他房间里不是没人吗 这多好的机会啊 我紧着了 他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那搬过来的行李 还没打开呢 叶莹 他还问什么呢 他说 让咱俩别庆去忘渡 她 不干嘛 这 你 有 书 书 我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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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搬回来 千万别搬 将错就错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保护电台的安全 好 你惊动了敌人 会随时有人来查你 那我该怎么办 你最好当心陌生人 如果万不得已就打电话 你可以打58392 如果你这边安全 你就说我有时间给你修表 记住了吗 记住了 58392 如果我这边安全 我就说我有时间帮你修表 肖派众表店 资料上看并没有什么可疑 你亲自去查一下 是 武妈 这是谁送来的 这是老爷送给小姐做衣服的面料 好漂亮啊 小姐 老爷给你送新的面料来了 怎么了 小姐这是老爷新送来的 你摸一下很软的做成旗袍啊 肯定好好看 是挺好看的 是啊小姐 你今天都没做过新衣服 这次多做两件吧 这面料都是上好的 也好 雀儿也给你做两件吧 谢谢小姐 把这些面料带着 咱们走吧 把这个也拿上吧 好 冯师傅 我看你最近都瘦了 以后就让毛弟多做一些嘛 毕竟刚出土 还缺把伙伙 再说了 您的旗袍 怎么着也得我亲手给您做呀 这次我给你做 好不好 你能行吗 我都已经出土了 那 那你要是做不好 我不给工钱的 好 做不好 我赔料子都可以 来 量厨厨 嗯 这家啊 这料子合适 你好像又胖了吗 谁说的 你看看 哪儿那么多废话 好好聊 是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 是啊 真的很巧 还没走啊 事情还没办完 上次的事吗 你来是做旗袍的 你呢 你呢 做西装 你穿西装很好看 你说过 我记得 你没走 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会给你带来危险 我知道 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这就是你离开我的理由吗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问你要过什么吗 没有 我想你欠我一个答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等了这么多年 就换来这三个字 这个 我一直待着 你呢 你先回去吧 让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 你会有危险的 你还留着她 你还留着她 你心里有我 为什么不来找我 正因为我心里有你 我更不能来找你 我知道 你认为靠近你的人 都会有危险是吗 是的 我不怕 你不值得 你要活着 你应该好好的活着 你应该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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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就是我的未来的 我们俩没有未来 我不是你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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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对不起 你应该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未来 我认为你自己的未来 你不想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未来 你应该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未来 我认为你自己的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吗 有 来了啊 来了啊 你好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你 修表 他怎么了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走得特别慢 我看看 麻烦你了 请问你这儿有水吗 有点烤 有 里边桌子上就有 杯子在桌子上 你自己去倒 谢谢 谢谢 你忙 你忙 谢谢 做这个行业累不累 多久了 五年多了 那时间还真久 生意好吗 还过得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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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